最近,曼谷紫色地铁线的南达拉提北路段某豪华公寓建设当中发生消防逃生楼梯倒塌,导致水泥钢材等建筑碎片掉落到该公寓旁边的居民房屋上,造成三栋房屋受损。 该公寓位于大曼谷地区西北部的南无礼府南达拉提北路,目前项目已发布暂停施工的公告。 大家好,我是黎明,不是刘可华,一个泰国地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 曼谷西北区的南无礼府建筑管控和城市规划官员发布公告,经检查发现,部分工人仍然在大楼底层工作。 随后当地记者询问了屋顶被建筑材料击中的业主B先生,得知事件发生在上午10点,当时B先生驾车返回房屋, 就在关闭家门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响,随后从正在建设的公寓一侧传来叮当叮当声。 起初还以为是车祸的声音,可当B先生转头一看,却发现屋顶上已经落马了灰尘, 还有一些钢筋掉落在上面。 当他去看房子内部时,发现房子二楼的屋底,包括房子的后面都被砸坏了。 幸运的是,事发时家中没有人,因此没有人受伤。 B先生说,事发后开发商就来迅速清理了建筑垃圾和损坏的部分, 并且派遣了保姆来打扫卫生。 公寓建筑承包商表示为这一切损失责任责任。 至于损失有多大,B先生也不清楚,因为还没有评估过。 当看到开发商和承包商对一切表现出的责任感, 所以他也并不会计较什么。 随后,暖屋里府建筑管控和城市规划部门代理主任进行了审查, 并请令该项目的开发商为防止物料坠落, 每层楼都必须安装防护层和警告标语。 根据法规出具管控建筑安全方案, 防止出现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发生。 并且不许进入或拆除转移植建筑物内的任何部分, 直到政府检查完成。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受损失的邻居业主, 你会怎么做?或者发生在中国会怎么处理呢? 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话说最近曼谷的交通意外事件频发, 我家附近的拉玛阿路就出现了路面坍塌, 以及桥梁水泥块掉落。 泰国本来就是一个曼工出细活的工作节奏, 这几年看来是进出豆腐渣工程。 希望我们在泰的中资建设企业能增补器, 把控制量建立口碑, 在泰国梳立我们中国制造的悠扬形象。 好了,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 走之前别忘记给我点个赞。 新朋友还想继续收看关于泰国的相关资讯,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邻书思想群, 有些不方便公开的信息我们会在群内分享。 我是灵敏不是刘德华,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找理他。